如果要选择三甲琴的卡组织 会觉得造成他没有办法做出发 他就没有办法做出发 所以说其实用比较现代语来说 如果我们选择三甲琴 他就是三甲琴的带住 他就不是可以出的 所以我们要做出发 拉到饼饼鞋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做出发 所以说那个Hemington 他有时候就放弃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出发 所以 所以 Hemington 他就放弃了 他说明天会到处就会做出发 那我们现在 以现代观点看说 没有办法做出发 并不是说他不做出发 只是说他没有像可俗代语的 那么好的性格 实际上从医术化可俗代语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其实就只有 如果你一步要求结合力 那其实就只有 其实是数据 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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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我们就盡情关注 是数据 是数据 它其实跟另外一个东西 是非常密切 是数据的 就是 Polymatrix 那 就是我们以后有时间给大家讲 Polymatrix 它是如何的 它是如何的 跟色 跟色有数据 那Polymatrix 最早是来自 Polyquation Polyquation 其实就是 飞箱最韧性的 在空间中的移动 是飞箱最韧性的 那它硬生是把 赤学交上去 那最后就会 甚至于 五个链子医学 是学到的 是并于 OBIT HEMITONIC 那 那 Polymatrix 它到底跟 HEMITONIC 有什么关系 你注意到 Polyquation 有几个 三个 它跟 四元素 其实 Best想起 只差一点 Polymatrix 是 四元素 那它们两个 都直接 有 有什么关系 那 我们现在就只是提示 一个代数 是如何去断射 好 那现在我们有了充足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些其他例子 那我们之前呢 提到像这样的一个群 第三群 第三群它满足以下的性质 它有上有 一 它满足 它 三次翻面的 那 其他所有的性质 都可以由 后面跟它 三次翻面 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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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 那这个群 是最 最简单的交换群 实际上 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的交换群 其实我们知道 所有的交换群 都可以由 CM群 他们说 等于的 product 不是这样 等于的 而而而 那现在呢 这个群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元素 那其实 实际上 我们把它去 取个名字 这个我们把它去 取个名字 就叫 还是叫 那这个的话 为了让你知道 我们现在在干嘛 所以 我们把它再取个名字 叫 R5 反正 就有三个元素 所以说 E E XR R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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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 简单的点子 就是 我们可以在前面加数字 所以这个才 R5 E 然后 那现在呢 你会发现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数字 你把这三个元素 那 如果我们想要把它 跟另外一个数字 乘起来的话 比如说 A E 加 U R 加 A C R5 那乘起来的话 那我们很自然就想要 它的规则就是 直接把它每一个 哪一个系绍都乘起来的话 所以 R5 然后 EXI 根据我们 乘法的规则 这个 这个 然后 再来这个 很简单 R5 R5 R 那就是 R 然后呢 再来第三个 总共有九个 所以 我们就先写出三个九个 R5 乘起来 R5 乘起来 R5 R5 那我们会发现呢 随便给另一个群 因为你群的规则都能定好 你把它 前面加数字之后 那 它就立刻变成一个代数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讲 这个叫做一个代数 它 是跟我们之前的一样呢 它基本上是属于 它可以看成一个数性 那它的数性就很简单了 你就照群的柜子把它全部撑起来 那前面的系数你就照成它 这个东西我们还叫做一个群带数 那你注意到呢 一旦 一旦我们 找出了一个群带数 找出一个representation 那如果你给定记忆理就变成一个群带数 那如果你给定记忆理就变成一个群带数 就是我们之前做过非常多次 每8的一个群带数 都送到γ去 并且 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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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representation 要注意到γ是 对某个线性空间里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之前做了非常多次 那你现在 一旦你给出一个representation 就自然形成一个群带数 因为矩阵这个东西 本来就可以做加法 你注意到群这个只有一个运算 群只有一个运算 它就是成法 它没有加法 但是你把它列到矩阵之后 它就自动有一个加法 也就是矩阵的加法 所以这一系列的矩阵 或者这一系列的representation 就自动构成一个群带数 不过呢 不一定是我们当初 直接的把它弄出来 这个群带数 就是一个稍微更小的群带数 因为你的representation 不离止中学 忠实的就是一对无人 它可能就全部都变成identity matrix 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无聊的群带数 那这个群带数呢 那它就给了我们一点 去很容易地去构造一些矩阵数 那你注意到对C3群 所构造出来的群带数 应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群带数 因为一个是 如果 一个是overR 一个是overC3 我们可以看这两种不同的群带数 那其实你对于over over任何一个可以加减乘出的东西 F代表可以加减乘出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个群带数 加减乘出 这个是代表有加减乘出 而且有交换率的东西 所以还要再加一个加减乘出的交换率 F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加减乘出的交换率 那没有交换率的东西 通常我们就不会写出来的 那实际上其实你也可以 把前面的系数找一些没有交换率的东西 你可以想出一些 没有交换率的东西 或者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 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 你可以想出一些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多项式 多项式并不是可以总是做厨房 那两个多项式做厨房不一定才是多项式 所以 如果你把前面αβ代入多项式 那它就不是厨房不一定 它就不是 你可以定义这东西 不过我们这样子也不能办法 我只知道 所以说给你一个提示 那我们现在就注意到 其实这也是一个三维的代数 所以三维的代数并不是没有 只是不能从移出发 二千八族结合率 那这个也其实有结合率 但是 群本来就有结合率 所以群代数当然也就有结合率 那 虽然它有结合率 可是它并不是从移出发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 从移出发 从移出发必须要有一个 一的平方的代数 那你说这个确实 可是它还要包含你的 三维的代数 就是你不需要有一个 一个平方的代数 所以说 哎 你要从左边那个 approach 出发呢 得到一个三维代数 但是 并不再把三维 三维没有其他代数 其实三维有有数种 那我们讲 那我们很久以前呢 有谈论这个DH Brown DH Brown DH Brown 它本身呢 也是一个代数 那 可是呢 我们平常的代数 平常都是用乘法 就是 比如说 XY 都属于代数 A 那我们就 XY 中间其实也有个乘法 那我们就是定义 那个乘法的规则 那 里代数呢 是把这个点点 改成里方号 所以说这个 解成这样的话呢 你 没有必要把它 没有必要一定要 跟这个家伙有关系 虽然经常 我们都 会从这个出发 但是 你定义这个的时候 没有必要跟优伙有关系 你只是把代数本身的规则写出来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里代数的例子 你知道 我们这些虽然有当过里代数 不过 你们也不一定记得 所以 我就说 反正里代数就是 你把这个点点改成一个 口号 其实是口号上的问题 那为了提示 我们跟他 他跟我们平常 R rate XY-YX 很深刻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讲 什么叫做一个代数 那一个代数就是 一个相当空间 他要可以是做成法的 而且他又有结合率 所以 Algebra 意思是 Lexcess B 然后呢 他是 可以做成法 所以要 加一个成法 为了 Rification 那 成法 这个成法通常我们都不写出来 然后呢 他要有结合率 A 结合率 用到结合率 不用 不用 没有结合率 做错 分配率 那 没有结合的代数 是存在的 没有结合率的代数 存在的 不过 不以上 我用到的 没有结合率的代数 就是理代数 大部分理代数 是没有结合的 意思是说 那 你如果定义 X 乘以Y 为Z 那 你在前面再乘一个Z 要怎么定义 那就很简单 这个 那如果他有结合率的话 那应该要满足 Z 先乘以X 乘以Y 要点于上面 那 如果你写的比代数 不一样 你就先把这个 然后再跟他 那这个 那 可是这个和这个 不一定总是一样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结合率的代数 他跟3D的rotation 3D的rotation 就有非常 非常异性的分析 它是跟3D的rotation 那 如果你 以群的观点来说 4元素 它在里瓜号之下 其实它也会构成一个比代数 虽然我没有说比代数 如果你忘记什么叫比代数的话 我现在只是把规则给你 但是 我们有空会重新再更深入的讲一讲 比代数 以及它最激了 我们那个 我现在只是学的 Hermitonium 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 你大概说可以翻出我们前途 那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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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例子就是氢原子 然后在氢原子的时候 其实你是 用到LX LY Z 这三个oppet 在矩阵之下 矩阵之下 其实这样讲不太 在里瓜号之下 它是构成一个比代数 我再说一次 LX LY 这三个oppet 在里瓜号之下 它是构成一个比代数 一个比代数 就是要满足 首先它是一个代数 所以 它一定要有分配率 所以它是λ Landa X 加Y Z 在这边 XYZ 都是代数 Landa 是一个数字 然后它就会满足 Landa XZ 这个我们之前下面的 图数 所以它就会变成数字 这是对所有的代数 都必须要满足 因为它是分配率 对 接着 因为我们要模仿 XYZ YZ 所以 XYZ 交换 所以它要满足 那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倒数我们这个代数 它是反交换 其实反交换的代数 在路上 对比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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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到你之前有遇到一个反交换 就是 二次量子换的代数 对于fermin的 reaction 这两个reaction 它是反交换 就是fermin reaction 你注意到 如果你IJ都是从1到5线的代数 那这个其实是构成的 所有的creation 它是构成的 它是构成的 对 你在直接成方之前 构成的 无成为的代数 所以它有5千多的元素 它每个元素都可以相互成 那你说 可不可以相加 可以要很多 可以相加也可以相加 所以它构成的 无限为代数 那通常我们把它 叫做一个 canonical antacomitation 有些 CTA CTA 有点像我们那个正责对于文字 嗯 这个名词就很简单 其实你不用取名字 也没关系 它是一个无穷为代数 那我们之前在那个 像变的读书会有 有提到一个代数 叫做 ルペル 那它也是一个无穷为代数 它其实是有那个 就是你大概做 conformal theory 宝脚礼物的时候 那我们有空再讲 它那个无穷为代数 那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过 它的规则 你回去看 你希望 那你代数 它也这么多 无穷为代数 那这个无穷为代数 某种神常可以当作 它的 宝脚对称者 最二人 在我们理解 这个 无论是 conformal theory 普通的conformal theory 或是 跟量子讲 常论结合 conformal fear theory 它都是 它都是蛮有的 嗯 嗯 好 那 我们代数就有一些 讲到的 更深入的 先回讲 好 那我们回到我上次讲的东西